字幕提供 陳老師 嗨 我來了 老師這一段看起來好舒服 老師 我這樣騎起來平平順順的 因為其實我就是騎在 以前的鐵軌上對不對 對 我們這段 糖鐵國家綠道整段 都是在鐵軌上 國家糖鐵綠道 它其實起點從西湖糖廠 一直到西座森林公園 是我們線內整個鐵軌保留 最完整的一段路線 整個自行車道全長大概15.5公里 這個距離其實騎腳踏車 其實是剛好的 而且我覺得以前的五分車寬度 鐵軌寬度 改成自行車道剛剛好 對 就是中間有綠植栽之後 左邊的車道寬度 右邊的車道寬度 這五分車 因為我們講說五分車 是比一般的火車還要再小一些 可是它變成自行車道之後 好像一分為二 這個距離還拿捏得恰到好處 所以這樣子的建設真的是 把以前的文化遺產也留下來 同時也做了很好的利用 唐葉早期在經濟發展上 扮演重要的角色 唐鐵也連帶在交通上 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彰化唐鐵以西湖為核心 往北串連鹿港 彰化 往東串連圓林 往南便是這一條唐鐵綠道 整理建置之後 全長15.5公里的路段 不僅有甘蔗田 稻田及各種農作物 也有平地造林的綠色風光 品味起來十分愜意 老師 以前這一段 不只是運送甘蔗 大家通勤 上學 也是靠這一段對不對 對 以往其實大家都以為 我們唐鐵就是運送甘蔗而已 在早期其實它還有 幫融會運送肥料 或是載運客員 它也當成火車在載客使用 而且我覺得這一段建置得 真的好舒服 又平坦 旁邊的植栽又順眼 整個景園景觀非常地療癒 風光明媚之外 彰化糖鐵自行車道 也具有許多人文特色 像是沿途經過的 濁水 牛抽籽 二水三個旗站 就是每站之間重要的管制站 小小的站房 卻具有保障車輛單線通行 避免追障的重要功能 這一段好美 這也是鐵路橋 在整個糖鐵綠道 跟東羅西的交會點 它以前鐵軌是雙軌 然後現在改成單軌 然後一邊我們就改建 我的自行車道 一 二 三 有貓就給讚了 太可愛了 我覺得在這樣子的天光 然後在這樣子的 彰化非常穩定的天氣之下 享受這一段自行車道的晨騎 真的太舒服了 而且真的很感謝老師 幫我講解了很多糖鐵的文化 因為如果只是單純騎車經過的話 我可能不會意會到這一些 以往曾經有的 我們可以感受的人文溫度 但是今天老師講解這 我就覺得騎起來好有感覺 四季都有不同的風情 不只是在這一條糖鐵自行車道上面 尤其老師剛剛講說 我們其實不是點跟點的行駛 或是點跟點的旅遊 我們是面的整個旅行 希望把點串成面 然後結合產業帶動地方創生 好 我要繼續去 往面的方向前進 我的遊程不會間斷的 而且我還要再去西湖堂場那邊 繼續造訪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貓貓列車長 那我繼續出發了 拜拜 老師 拜拜 拜拜